今天呢我们来录一个小词组 第85个了 倒数第三个了 第四个 好了叫玩不认真 这个词组啊 其实人真的少 真的没有几个人 但你会发现意思啊 四分五裂的那种啊 就是这边一个 那边一个 这边一个那个 然后你一查这词根呢 你自己一去查这词根呢 你发现哇嘞天 这不是那个 这什么那个play吗 这不是那个玩吗 玩不到一块啊 你发现真的真的 我跟你说啊 这个词组你下去查啊 它就什么 比如说它有欺骗呀 它有躲避呀 它有荒唐啊 它有幻觉呀 你说这跟它玩怎么关系 这这怎么玩到一块呢 没玩到一块 对吧 我来告诉他们 怎么玩到一块呢 你别害怕 看好了 所以学词根有一点 就是有的词根 它讨厌的很 有的词根有点像我们的单词 它单词有基础意 然后有隐身意 所以这个词根 如果能够把隐身意 你搞定了 你发现它真的就是一家人 一家人 好 好我们来看啊 我来看啊 好 我们来看啊 这个玩啊 玩先看 这是谁啊 这是lewd 叫loose lood loose 它真的意思就是玩 玩我们来看 我们先来看啊 第一层含义 你听好啊 这关键点都在这里 你听好啊 玩第一 是不是得出去玩 没有哪个 是不是在家里边玩 没错吧 这是第一啊 所以它隐含的一层含义 叫出去 等于go out 这是第一层含义 第二个 我逗你玩了 我这事我没给你认 我给你开玩笑 出去玩啊 开玩笑 啊 开玩笑 开玩笑什么意思啊 假的 啊 假的我不认真啊 这不是真的 啊 这不是真的 好 大家记住了没有 就除了玩之外 啊 它的词根叫玩 实际上我们用的这个词读 难在哪了 它用两层含义 第一叫出去 第二叫不认真是假的 明白了 打个一 同志们 现在在教室里 打个一 听说啊 说是叫玩 实际上我们用它 就出现 出现啊 第二叫 别认真 我开玩笑 这事不是真的啊 别别在意 假的假的 这时候你再看这些单词 一下 就没了啊 一下就没了啊 好 我们来看啊 下半节十个单词 十个不到 但是我们讲 肯定要有十个 这族人可能就是八九个啊 好 我们来看 现在问题都解了 第一个 叫ludicus ludicus 这个ludier啊 这个ludier啊 就是就是古法语啊 这古法语 它长成 这个lud 你刚不说 老师 你不说这个lud ludes 它在古法语 还有拉丁语当中啊 它写成电影 ludier啊 行了 你就知道这个ICR啊 实际上是来自于古代 这个ERE啊 你就不管了啊 好不好 我们看好 反正前面是lud 我们反正说嘛 我们看词 只看后头 对不对 前面是lud lud 玩luder ludes 结尾是OUS 就是玩得 好了 它用的是第一层含义 这个单词啊 叫玩得 不认真的 啊 这个不认真 这这事啊 是是开玩笑的 比如说 说你们家 你们家遛狗 怎么遛 我们家遛狗 我们家遛狗用这个 helicopter 我们家用直升机遛狗 真假的 你少扯了 你逗我 这个单词背后的含义啊 叫你逗我玩呢 所以它叫荒唐的 荒谬的 大家理解了没有 你逗我玩呢吧 你家遛狗用直升机 你开玩笑了 好家 那你家在哪吃重饭 在火星是吗 然后到月亮上去聚餐 是吗 所以叫逗我玩 荒谬的 荒唐的 叫ludicus 逗我玩 好 所以这个荒谬的 荒唐的 不可能的 假的 然后加个这个副词 LUDICURSLY 那叫开玩笑的 不是真的 不可能的 你说这些事啊 真的 只是存活在梦中啊 LUDICURS 好了啊 LUDICURSLY 那像我 不认真 假的 好 再来一个这儿 罢警的 假的 在这儿啊 这个叫Illution 这个叫Illution Ill表示借词 LUDE LUS表示玩 看清楚了啊 Ill是借词 这里不是否定啊 我们还说过 Ill Ill is名词 I'm so sorry 小小错 名词 Illution Illution就是从玩 我不认真 我开玩笑 我说的事情 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所以Illution 就是我们那种 假的事情 叫幻想呀 幻觉呀 假象啊 等等点 理解的打个一 同志们 理解打个一 就是你给我的感觉 就不像说真的吧 像假的一样 一叫起来 我竟然到了这个 Disneyland 好好家伙 我像这种Illution 所以它有什么呢 它叫幻想幻觉 那你可以怎么用呢 叫Give me the illusion of safety 它用起来很简单 就是给了我 咱们中国人不是说吗 说给了我这种幻想 给了我这种假象 英文当中完全一样 我举个例子啊 比如那个车看起来挺大 啊 其实像是皮薄 什么馅大不精壮 其实这个车是给了我一种很安全的假象 你就可以说 That big car gives me The illusion of safety 这个叫给了我假象 大家记住啊 跟咱中国人说话一样 啊 那假的 不认真啊 假象 或者叫这种错误的观点 都OK的 好 那我们先来看 大家看一下这个词 illusionary加个ary 那我不讲了啊 你现在说 哎 我大概知道这个单词什么意思的 打个一 同志们 啊 老师这个你不用讲了 illusion 就是假的 不是真的 都是我幻想出来的 那就不用讲了啊 对不对啊 幻想的假象的 但是这个词念起来 是不是稍有点费劲 叫illusionary 有点长 啊 老外其实也不喜欢读长的 所以给它来个简 简单的吧 大家看一下 这个单词 你看到了没有 看好啊 ill表示 呃表示这个介词 没有意思 六思 六思 啊 六思都是玩嘛 啊 都是假的 都是不认真的 结尾都是ary 或者ory 我们后主缘来讲过 这俩是一样 所以他俩 你看到了没有 虽然辈份不一样 但是他俩意思 完全相同 叫illusory 这新的这个单词 叫illusory 我们看一下辈份 看一下辈份啊 illusory 应该是 illusionary的 叔叔 啊 大家能理解我这个话吧 就像这样啊 因为这个illusionary 是illusion名词 生出来的 这个ary 对吧 小一辈 应该是孙子辈 啊 而人家这个illusory 对不对啊 人家是叔叔辈的 人家是loose 这个词根 直接加上ory 生出来 怎么样 底下那个 是上面这个叔叔 但是又能怎样 我后来说回来 你俩不都是表示 假的 然后加了个形容词 就是假 加上一个德嘛 就是假 加上一个德嘛 就叫虚假的 虚幻的 看明白 大个一 所以啊 管他什么辈份 管他怎么用 管他长成什么样 我们能用 就是最大的胜利 啊 你不管你什么时候 你跟我讲啊 这个事是illusionary 知道知道 假的假的 你这个事是illusory 假的假的假的 我 我们管什么辈份 我们又不查户口 我们又不查啥 我能认出来 你这个单词 就是最大的胜利 loose 好 又来了啊 玩 大家还记得吧 这个play play 当你玩篮球的时候 我们把它叫 哎 打篮球 翻译为叫打篮球 play basketball play football 然后呢 你乐器的时候 play the volley 你不能说叫 玩 我去玩一会儿小提琴 我去玩一会儿 也可以啊 但是一般我们这儿八经 不能说朗朗 到这个音乐会上 玩了一段钢琴 是我们把它叫演奏 这个ok的吧 这个没有问题吧 这个没有问题 打个意诺是吗 这个演奏是完全没有 你从小就学嘛 对吧 这是中文的翻译问题 所以请看这个单词叫 prel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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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钱 我提前演奏的东西 哇 好简单 我来跟你妈呀 续曲 我来说了个我的 这个嘴怎么回事 续曲 前奏曲 太简单 太简单 它真的叫prelude 就是前奏 我已经解释不出来 这个前奏已经是最棒 但是它有抽象含义 就是什么事的先兆 什么事 就什么事前奏 来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是这种抽象译 给大家来例句 the bankruptcy of small firms 这些小公司的纷纷破产 what the prelude to major recession major是大 我再说一下 你不要老被主要主要主要 major就等于高大上的big big 老王 老王 is a major jerk 老王不是那个主要的 专业的混蛋 老王是个大混蛋 major就是big 你千万记住了 说那么他就是大规模的 经济衰退的前奏 奏响了前奏 小公司先倒 大公司后倒 prelude 理解了大个一 理解大个一 这很简单 我觉得大家可能更能学到 叫这个major 我强调这个major major jerk 主要混蛋 专业混蛋 都不对 大混蛋 好 再往下看 这个单词叫elute e表示why leute表示玩 刚说过玩 不在家里玩 家里玩的一点都不爽 所以经常大家在家里 待的不行 我要出去玩 我要出去玩 在家里就是玩不开 所以这意思就是我要到外头去玩 我要出去 就叫躲 这单词啊 多的是 这单词多的是 往外躲 跑路 都出去玩去了 躲了啊 好 我们原来学过evade vade表示走 还记不记得 vade走 invade走到别人家去 ovade等于walk out go out出去 escape 这个scape cab 就是那个 就是我的视力范围 抖篷帽子 啊 从我的视力范围之内 从我的抖篷 从我的帽子 已经跑出去了 逃出了我的手掌心 escape 两个都一样 躲避 躲避 逃跑啊 所以今天多一个叫elute elute也是躲避 大家原来学的 我 老师不是还有avade的 我这不特地把e 开头的给你挑出来吗 就是跑出去 跑出去啊 没有你打个e 懂事吗 没有你打个e elute 你学了啊 eva的走出去 escape 从我这个视力范围 跑开了 elute的 我要出去玩 我要出去玩了 哎 你把剑子钱给我还了 我在度假 我都玩两天 好了 好 但这个东西好在嘛 既然我们以前说的 躲avade 那我们要了 什么evade escape 算了 你们都知道 我来个新词 elute 他怎么用呢 好用的不得了 叫失去 就是误作主语的时候 叫失去 得不到 忘掉 我给你看看他怎么玩 那就是这个东西 远离 宾语 大家能听懂我意思吧 就是用到elute的时候 就是主语 elute 宾语 主语 远离宾语 就是主语 就是宾语 得不到主语 我这话说明白了没有 说明白打个e 就是用elute 主语 elute 宾语 就是宾语 得不到主语 听见了打个e 能听明白打个e 我一举例子就好了 说最近我焦虑的很 我非常焦虑 I'm depressed I'm upset 所以到了晚上 good sleep elutes me 对了 我睡不好 好的睡眠 离我而去 而且它是急误的 后边不需要加戒词 这个是最棒棒的 听见了没有 打个e 因为很多东西用的时候 他老忌惮 我那边用的对 后边是不是得跟from 后边是不是得跟的 是跟of with in to 这家伙 直接用 直接用 听见了没有 good sleep elutes me 好了 然后再说 刚才我还记得 that good idea 现在一想 oh my god the good idea the idea elutes me 我给忘了 就是我 那个好主意 离我而去 我给忘了 我们同样可以造一大堆 比如说今天真倒霉 咋说 good luck elutes me ok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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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没有 看到打个e 同志们 good luck elutes me 我失恋了 love elutes me 哎呀 听到了 打个e 同志们 这多好玩 这用法 多好玩 而且你不用考虑用什么 超级好用 超级好用 我失去了啥 我擦 转过来 啪 把他转过来 好家伙 祖兵倒个磕 好了 我这里要郑重给大家介绍一个东西 啊 郑重给大家介绍一个东西啊 介绍什么呢 谁能够记得deceive啊 我就要表扬你啊 我就要给你大大的表扬啊 d表示远离 c表示拿 谁还记得拿就像那一个 拿看 我说了古代东西很重要 没有哪个人愿意心甘情愿让别人把东西拿走 你拿走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怎么我 还记得吧 对 公平我已经看到了 你只能骗着把我的东西拿走 所以第六的也完全一样 第六的是一个高大上的欺骗 哄骗啊 也是骗 现在你看到了啊 这单词有没有串到一起 你发现哦 原来同一词可以这样玩 因为词根的意思 然后配上这个词前缀都是分离 拿走出去 把东西从我这拿走 只有一种手段 骗我 OK了吗 OK打个一同志们 OK打个一 敲个一同志们 好了 其实还挺简单的 还可以啊 你发现这组人真的是玩生出来的啊 就是出去 不认真 假 就是他们弄的 对吧 这里要记住了啊 这里要记住了 他用法的时候 比如说骗我做某事 啊 我们先不说别的啊 别说别的 我这时候要讲一个intu 对intu有十成把握 不要不要不要十成把握 对intu有八成把握的同学 你就打一说 老师intu我是了解的 你打一 你说我要达不到八成 你打二 让我看一下 我做个小调研 来让我看一下 开始 谦虚了啊 谦虚的同学都跑出来了 哎呀 我不了解 百分之八 我都不了解 哎呀 你是不是有吓到 你有我讲什么高大上的 没有啊 intu 我只讲一点 他表示变化的终点 我们稍微讲 带一点借词啊 intu 表示变化的终点 这个我们这 这考虑里面讲了很多啊 变化的终点 我先讲啊 看好了 你不管什么 你不要管什么 跟我搭配不搭配 只要你敢用 我就敢到啥 turn a into b 啊 把 a变成 b 你这个turn可以换成change 甚至可以换成高大上的transform 也一样 transform a into b into表示变化的终点 这个大家这个大家搞清楚了没有 没关系啊 你看啊 所以考研当中有这样一个题 叫all road into one 它是一个完形填空 这里头这个这个空让你填的是借词 请大家看啊 填的是借词 所以这道题我们一直都觉得很经典 它根本考的不是roll跟intu的搭配 它考的是你的主语是all 是所有的东西 然后最后变成一个 所以底下四个戒词只能选intu 因为intu表示状态变化的终点 最终变成那个东西就叫intu 那就叫intu 而且intu是动态的 大家记住啊 intu是动起来的 而in是死的 in是死的 对吧 come into是一个从外到里 go into从里进外 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变化的终点 听见打一 这是我们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哈哈 让我们来看一下 你小学 我问一下 如果你中学还ok的话 你有没有学过 persuade somebody into doing something 背过这个打一 没背过打二 老师当时让你背 你说服某人做某事 persuade 我可原来我跟你说过这个词 这词最可爱 per叫完全 sweet就是sweet 就是甜 满嘴甜言蜜语 就是说服啊 你背过对不对 persuade somebody 你不用管 这个intu就是你想达到的目的 intu就是最终的结果 所以你把persuade 你平常跟别人说 他说服我做某事 你不要老说服 说服 你太高大上了 你知道吗 说服他太高大上了 他叫persuade me into 你讲这个 我把persuade 最终让你做某事 ok吗 ok 打的一 ok 打的一 理解了没有 理解打一 啊 理解打一 所以这个前面 哪怕就跟上欺骗 啊 delude somebody intu doing 意思也是完全一样 请大家看 我举了这么多例子 最关键的爷们 真正的核心人物是谁 是不是intu这个借词 这个intu这个借词 搞定了 他跟谁搭 根本是小case 理解打一 所有同学理解打一 明白我举这么多例子的苦心 打个一 就是将来你想干掉词组 干掉什么 一定要对借词有所了解 啊 借词如果深层次了解 不是被的intu里边 intu里边 你不行的 你这样被累的喊 你得被turn into change into transform into roll into persuade the target 哇这被火炸了 哇这好家伙 你知道intu是变化最终的东西 最终的结果 多好 多好 以后你再来什么intu 你爱怎样怎样 拜拜 知道了 好不好 ok了吧 ok了啊 啊 再说一遍 ok了啊 ok了 讲讲 我们现在录课 下了你私信 我好吧 你自己没听懂 所以嘛 好了 啊 行了 那这个就ok了 delude啊 记住跟deceive一回事 哎呦 没了 I'm so sorry 一共他只有十个单词 我也不好意思 我也不好意思 I'm so sorry 我们下节课再见 可以吗 有点少 我也知道 后边这个确实有点少 等会我等啊 好好好 这节课我们先到这儿 我们录课不说废话先 好好好 ok啊 好嘞 那一帮你 我 testimon词 我说废话先到这儿 来这次 是 我说废话先到这儿 可以吩咐 我说废话先到这儿 那儿 我说废话先到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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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叔叔哎呆 他就可以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